《朱元璋杀公》 基本也都要提到九个字 高禄强 广基良 缓称王 这九个字是朱元璋起家的金口诀 是他翻身龙奴把歌唱的 打天下的行动方针 看影视作品里无一例外的 把这九个字的发明权张冠李带了 要么说是刘伯温说的 要么说是李善长提出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九个字的发明者 可能故事比较少 没有看点 这九个字方针发明者叫朱氏 也算朱元璋五百年前的一家人 朱元璋曾经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 国招谋略无方式 汉陵文章第一家 朱生生于1299年 比朱元璋大将近30岁 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那朱生再等待朱元璋出现 这几十年都干什么了呢 他26岁时将自己观察 研究的星象变化 占卜的方数 整理成新广西纲艺术 35岁时将为亲朋好友看风水的实践经验 写成容学阴阳知觉艺术 另外在文学方面 朱生24岁时 识取民间传说 编写了第一本专著 《莫庄帅易路》 39岁时 即定为秦孔父亲 还有其他很多著作 从上面可以看出 朱生是个文学青年 大儒更是个半仙 朱生在五十多岁时候 才投身返元大业 后追随朱元璋后 利用自己的智谋 为朱元璋立下很多功劳 在《明实录》里 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而且很多都是朱生用半仙的技术 为朱元璋筹谋划策 比如在朱元璋攻克朱继章使成步 时和征伐臣有量时 都先让朱半仙先战一挂 以补及凶 后来朱元璋还对朱生说 返访山中有惊天文著述者 邀请同来 必以嘉宾幼之 意思是 请朱先生去深山老林里 多访求数数方面的其人 把他们介绍来 朱必奉为上宾 朱生这样国师无双的能人 在文化圈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朱生和他的师父 黄鼠旺都是可以开馆讲却的大仪 因此朱元璋为了利用他的影响力 经常说朱生跟自己情同父子 其实也就是认朱生这个半仙为干爹 虽然没有进行隆重的半爹仪式 看来朱元璋的干爹不止郭子兴一个 那个时候有很深的异父文化 蓝羽的义子都有好几千 朱元璋的义子也有好几千 找几个义父也不奇怪 朱生也是一个明哲保身的高手 因此他留给历史的槽点比较少 在朱元璋称帝后不久 他就告老还乡了 可能是预测到朱元璋必将清洗功臣 在朱生辞别朱元璋的时候更是坦言 自己和子孙命薄不认大富贵 希望带着朱童一起告老还乡 没想到朱元璋一听就不高兴的 据《明实录》记载 朱元璋是这样说的 恶,是何言于 朕与清分则君臣 情同父子 何嫌何疑 而律及此乎 可恶,你这是什么话 朕和你虽有君臣这份 但情同父子 有什么疑问呢 你为什么担心这个呢 看这样子 朱元璋是承诺不会杀朱生的儿子的 朱生一看 如果自己不把儿子留下 恐怕自己也走不了了 于是就把儿子留下 继续在朝里围观 朱生回家一年就死了 很快 朱元璋食言 把朱生的儿子杀了 只不过看在朱生的干爹情分上 让朱童自行解决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